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再開我的老財丹 我是查克 欸 我們今天的畫面怎麼背景不太一樣 可是因為鬼滅之兔又被BAN了 又被BAN了 又被BAN了 但在Sony比較良心的是 他只有把我的音訊做封鎖 所以我們影片還在 只是現在因為鬼滅之刃的OP 紅蓮華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是被封鎖的狀態 是無法觀看的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要做什麼呢 嘿嘿嘿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利用Youtube後台所提供的 Youtube音樂工作室 找出一首能夠代替紅蓮華的音樂 好 那我們就來到後台 現在有沒有看到這畫面就是鬼滅之兔被BAN掉 他這邊顯示已封鎖 然後被封鎖的原因是因為這個 用了紅蓮華TV版的配樂的關係 對 所以影片現在是無法擁有引力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更換歌曲 等一下 先不要唱歌 看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Youtube他所提供的背景音樂 找到一首可以媲美紅蓮華 甚至是超越紅蓮華的神曲 那我跟你們介紹一下他這個背景音樂程式 裡面Youtube他所提供的這些背景音樂 都是可以在Youtube上做使用 那你可以看到他歌曲的類型跟情境有很多種 那我們就透過這些要素去尋找紅蓮華的替代歌吧 那我個人覺得紅蓮華應該算 應該算搖滾吧 搖滾類的 搖滾類的紅蓮華 然後他的情境 情境是什麼 紅蓮華的情境應該算是比較 勵志 你看嘛 全家被殺的哥哥帶著被鬼化的妹妹去旅行 然後你還要拖著一個雷隊友跟一個豬隊友 真的是太勵志了 反正鬼面真的就是一個荔枝的故事 所以我們就從荔枝的歌開始下手吧 好 我們聽聽看第一首 好像還不錯 但是跟紅蓮華還是有點差距 下一首 這首我仿佛看到了他們穿泳衣的樣子 下一首下一首 黃蓮華應該要更加激情 振奮人心的那種感覺才對 下一首 也許是我們的類型選錯了 我們換一個類型看看好了 好 我們來聽聽看 流行跟開心的搭配 有沒有辦法找到黃蓮華的替代歌 算了 我受不了了 下一首 這什麼音樂啊 剛剛這首歌整個好像隨時都會有恐怖小手跑出來 這首歌根本放錯類型了吧 好吧 各位 我覺得再聽下去會沒完沒了 所以我決定閉上我們的雙眼 用我們的心靈去選出一首最適合鬼面之兔的音樂 Let's do it 好 就決定是你了 對了 就是它了 就是這首了 因為我也放棄治療了 我們只要換了一首歌之後 這支影片它就可以重新上架到YouTube 也就是說很多人會搜尋鬼滅之人 我們點進來的時候它們就會聽到 我褲子都脫了 結果你給我看這個 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來看看鬼滅之兔原本喜歡跟不喜歡的人數之間 是怎麼樣的一個比例 截至今天6月25號為止 它喜歡的人數有941個 那它不喜歡的人數有23個 你們覺得換了這首歌之後 不喜歡的人數會上升到哪一個地步呢 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來猜猜看 好啦 各位 經過我們一番努力之後 鬼滅之兔正是在YouTube上名存實網了 I will remember you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主要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鬼滅之兔的音樂變了 對 主要就是因為版權的關係 所以它的音樂變了 那想看原版鬼滅之兔的朋友 我會在那支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貼上連結 可以再去點連結去看 好啦 這裡是老太太 我是查克 我們下次再見喔 下一支影片 就會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真兔版OP 掰掰 嘿嘿 我們下次再見 會不會 解釋